今天上午出現瞬間好雨的時候 大家正準備出門上班上課 很多人被淋得濕搭搭的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 卻聽到市政府在八點十分 宣布停班停課 這下子又要頭痛怎麼回家 忍不住抱怨連連 而臺南市長賴清德特別解釋 沒有能夠提前宣布 是因為天氣變幻莫測 造成市民的不方便 他必須要表示歉意 塑膠儀飲料 甚至柚子全飄在水面 就像水池一般 安南區安中路一代民宅 因為大雨鮮洩不及 水池直接灌進屋內 积水最深處將近膝蓋 家具電器全泡在水中 屋主十分無奈 台南府城成了水城 東區大同路一度积水超過一百公分 社區街道和住家都淹水 大家手忙小亂 根本來不及將家具搬開 任由大水淹進客廳廚房 只能苦等積水退去才清理家園 降水量達到超大好雨標準 市府緊急在八點十分宣布停班停客 但不少學生和家長早雨冒雨出門 又要在大雨中回家冤身四起 台南市長賴清德下午前晚勘災時 特地針對停班停客太晚宣布 做出檢視並向市民道歉 市政府已經在中央宣布之前的七點四十分跟八點十分分別宣布西港區跟全市停止上班上課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尤其是在五點上班前就宣布這個停止上班上課的訊息 完全是因為氣象變化 墨測的關係造成市民不變 我也表示牽液 愛清德指出清晨四點氣象局雨量預測 從大好雨降為好雨 沒想到六點五十五分時又調回大好雨 接著七點就發生瞬間即降雨 他也說這次會淹水這麼嚴重 是曾文西排水遇上漲潮 連續的降雨造成上游來不及排水 不過這樣的解釋民眾顯然不買單 直接質疑臺南的排水系統究竟有沒有問題 記者臺南綜合報導